嗨 大家好 我是平民百姓 接下來為大家測試的是遠古神龍水 Extra超級 體力剛剛好 來測試一下 剛剛獸隊射一下高級的部分 其實幾萬打得還蠻輕鬆的 不過入場是CD5啦 但是我用上回就把它K掉了 基本上應該是沒問題 如果這一隊好打就不用什麼什麼神魔隊了 就直接這樣打就對了 比較需要注意是第五關跟第九關啦 因為第九關那個三個女巫血七萬都蠻多的 所以那一關要稍微留意一下 第一關一樣極CD 我先試一下力道不要太大力 喔 無可放 差一點點沒有剛剛好 但是剛剛好就漂亮了 但是剛剛好就漂亮了 唉唷 差一點沒有撞開 這個目前就是 幾CD就對了 唉唷 沒辦法 有時候反射動作就會給它吹下去 唉唷 沒辦法 沒辦法 有時候反射動作就會給它吹下去 有時候反射動作就會給它吹下去 就算是力道 理想是兩隻啊 太大力 彈起來是沒差的啦 只是我那個 蛇女跟暗狼叫幾CD 好耶 怎麼一偏降咧 它會自然的反射去打那隻47D的 這是很很 不是很好的一個設計 我想這樣應該夠了吧 漂亮 我還可以多擠兩次 唉唷 沒看到 小心了 為什麼 因為我身上 都是 火珠 木珠 雖然說不知道自己在鑽什麼 沒差 先把這隻K掉 我比較不喜歡 CDE的 這時候再來補一下CD 因為我打法是比較屬於穩扎穩打 我就喜歡慢慢打 不是什麼那種什麼神手啊 轉得超級快之類的 因為我是要過關啦 就是重點是通關就對了 這樣好了 兩康復看起來就可以補的回來 是可以不用集那麼多CD啦 因為看起來是 打到王關的時候 就擠滿了 可是這時候可以順便清雜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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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奇怪了 弄那麼久還要那麼多回合 喔耶 然後再見 沒關係我按住還很多 按住多就好了 我集一集那麼多的那個 清雜珠目的就是要打這一關 我會打 我會打2CD 不會打1CD 因為我覺得我沒辦法秒他 但是你現在既然要打 我身上很多按住 就先不用轉 轉了也是浪費啊 威力還OK 威力還OK 那像我現在的打法的話 比較去 因為我可以再挨2下 但是雪 書也蠻夠的 算了先不轉 有沒有像我這樣打的話 他那個就來不 第二次就來不及出手了 所以你要按照你的攻擊力去評估啦 不是說怎樣打一定最後一定錯啊 攻擊力弱或攻擊強 要稍微顧一下 很順利的這邊過了 其實有部分攻擊輸出是靠暗狼 這個部分要稍微注意一下 暗狼攻擊力還蠻強的 1342 看竹竹多了黑狗多了300多 一樣我會先打這一隻啊 然後雜珠清一下 1 2 3 4 5 5 很慢喔 轉的超慢 这个转出不再快或慢 只在是否有通关 这才是重点 没通关都没有用 稍微留下新竹 我以为他会扁我 没机会让他点到 要稍微注意一下是第八关 很关键 为什么 哪里有什么关键 关键不是啊 不是在讲这个 关键是你要把杂猪清一清 到下一关去打 这样才有攻击珠 我杂猪真的还蛮多的 哎呀 没转到 漂亮 漂亮 他现在攻击力不多 这时候不要用群体攻击 群体攻击就是让他自寻食物 漂亮漂亮 这时候他可能会扁我一下 我决定让他扁一下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要把新竹清掉 因为新竹清掉 我才能确认我的杂猪 够 够 会不会太多 那清掉新竹 我就可以顺便补血 这时候新竹还是太多了 所以 一样 就是 再稍微弄一点点新竹掉就好 这时候杂猪清得差不多了 噢 刚刚好 血量刚刚好 有人说可能 干嘛抓得那么刚好 就是 你想要一次通关就是要 血量抓得刚好 嗯 掉那么多水 这边因为这边一只小模拟雪都有七万多啊 阿娘喂 七万多 伤害三千多 所以要全体攻击 我可以挨一下 哎呀 我的全体攻击 这只还好 不难打二十几万的血而已 应该慢慢轟都轟不掉了 顺便这边可以清一下杂猪 不过是刚刚安珠全体攻击弄掉了 那杂猪的清掉就好 嗯 嗯 桌子好像不是很多 不会这边要开机吧 Shit 尽我所能哦 天降一下 很好 再见 进场CD多少呢 哦 三 好 跟我一界一样 OK 不要二就好 二就 二就差一回合就差很多了 大忌就先给它开下去了 这个牌珠就见仁见智了 你每个人习惯可能不太一样 哦 资座聪明 呵呵 很多 不要笑 我自己也想笑 好 现在攻击珠还蛮多的 呃 哦 再爬一次珠啊 呵呵呵 哦 然后神女这时候就可以发挥了 呃 雜猪有点多 我决定把这个转掉 再来个暗狼 哦 我要制作聪明一次 看一下 其实正常打就会过了啦 只是喜欢耍帅一下这样 这样啊 不要弄太难 弄简单一点就好了 呵呵 吃combo 哎呦 我有点危险欸 sh** 呵呵 哎 它右边没有转到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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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好吧 他不死我就要死了 看起來應該是沒問題 這時候就不要自作聰明了 不然其實剛剛應該可以很好打的 剛剛就是我自己太自作聰明了 看一下喔 不要這樣舉掉有人會笑 我掉卡了 非常好 對很危險 很危險的打掉 這個大家看到我這樣打 應該就會有很大的信心說自己應該打得過 我是這麼認為 因為打成這樣都可以打得過 那個6combo應該就輕鬆打了 欸 水雞龍 之前還是小吃的 所以打不贏這隻 連看都不想看他 好入手 好啦這種打法給大家參考看看 再見啦掰掰